一個月前到現在 因為什麼事情 又什麼事情 因為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 闖禍的人要開一個 小型演唱會 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一個打歌的好機會 你應該去打歌 透過公司的宣傳跟他講以後 他說 我說我之前就跟你講說 大家有這場演唱會 你要去表演一下 媒體露出打歌嘛 要不然你花了好幾百萬去 就兩三首歌而已 你當然去打歌 後來我跟宣傳講說 該不會只是要跟他媽媽吃飯吧 類似這種話這樣 宣傳一回去問 他說那天他不行 因為他要跟他媽媽去吃飯 居然被講中了 人家 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白癡的公司 會幫你花幾百萬 只是為了一個承諾 幫你做唱片 那做好以後 叫你去打歌 又不是公司要賺錢 然後你還在那邊先不要 真的是要跟他媽媽去吃飯 後來我就氣到我說 好 OK 所有的那個到現在停住 今天我也想要聽聽他 就在 節目裡面好好跟我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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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講 真的 有些事情不說 但以為這些是彩排來的嗎 認真的 公司裡面最忠厚老實 就是高雄北漂來台北的 是 章魚 我講的是不是都是事實 章魚哥 你說 一點點假的部分都沒有 沒有 是 拿來就誤什麼誤 會議場 因為其實那天我真的是 有要去這個演出的 那是不是要跟媽媽約了吃飯 沒有啦 媽媽取消 跟媽媽取消 對 跟媽媽吃飯 跟媽媽取消 然後我在家裡等要去演出 然後呢 結果好像沒有被Cue 沒有Cue我去 我就沒有去到這樣 那妳要問啊 我有問啊 可能太忙了 就沒有Cue我的啦 就是一個誤會這樣 過來憲哥抱一下 來 大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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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疼她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對 對 好 來 我們現在要講的 到底是 光耀 光中耀嘴 光中耀嘴 還是敗壞門峰 好不好 在後門峰 就敗你自己的門峰喔 什麼水 那結果 請選手 心中的法子喔 這樣 不行 我如果說敗壞門峰 她受不了 她會太下意 她會走心道 對 她會 她會噴淚 她已經要噴淚了 妳還沒想到要噴了啦 沒有 我會酷 是因為剛剛憲哥抱我 真的嗎 沒有 OK OK 光中耀嘴 哇塞 真的好 要有理由 還慘才聽得下去嘛 對不對 對啊 原因只有一個 是 因為很簡單 因為斯亞 沒有走紅 是比較沒有道理的 以舞蹈來講 要贏她幾乎不可能 真的 藝能界裡面贏不了她 對不對 以歌唱來講 只要在唱跳歌手裡面 她是唱最好的 只有在一個人之下 誰 誰 誰 我是 我是跳唱歌手裡面 誰 漂亮 又來了 又來了 過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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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目前幾乎 過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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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迴避 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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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好笑 好啦 唱點 唱點 輪到你站上去 來 究竟有沒有 沒有 謝謝